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叫做Town Hall Meeting 这是我们的一个社区的一个讨论安全方面的议题 那么在这一次的会议里边 我们或者说这一个李明大会里边 有休斯顿警察局长参加 然后还有国会众议员Green也参加 再加上Jackson Lee Sheila Jackson Lee都参加 那么在这一次也是在会议当中 因为我们也选择了在中国城的中心 这是中华文化学院举行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在关心在华谱社区的安全 希望能够有一个让大家能够安居立业 而且对于大家生活没有压力 没有安全隐忧的一个环境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这是HISD 休斯顿独立学区 因为新的学区总监Mike Miles接手之后 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的计划 那么现在他有一个新的教育系统叫做NES 一开始在原来我们知道有28所学校被要求 或者说被选中要参加接受NES新的一个教育系统 那么几乎是让这些学校来个改头换面 整个的一个大的改变 而目前也看到除了这28个学校之外 有更多其他HISD的学校表示 也希望参加参与这个新的教育系统NES 那么现在呢在Mike Miles呢 在学区方面还有学区总监方面 就是表示选择要加入的学校 你必须要在7月10号之前 还剩下三天啊 要完成这个加入的手续 而在NES这个新的教育体系呢 他主要改变的是人员方面的配置 学校会收到就是你可以 这个学校可以有多少名教师 多少位工作人员 而整个具体的这个改变 将会看各个校区或者各个学校 他的要求他的条件而有调整 Mike Miles他则说呢 在某些情况下 学校有机会可以雇用更多的员工 或者呢有些学校却不得不减少他的工作人员 也就是等于是裁员了 好下边呢我们再看的呢 这是在美国的经济方面 先看到呢对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费的他的要这个降温 而且要增加利息来控制通货膨胀 但是美国的就业报告却预计会再次带给 外界的是经济增长的现象 经济学家预计在上个月失业率 由37%降到3.6% 接近50年来的最低的一个水准 而在现在呢 财政部长叶伦已经抵达了中国北京 展开他的中国访问行程 在中国的财政部也在今天发布新闻稿 以署名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说 中美的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互赢 贸易战脱钩锻炼是没有赢家的 一般约料叶伦和中国方面的官员会面时 可能涉及的议题包括了双方共同利益的领域 像是关税汇率债务等等 至于双方有分歧的领域 则可能是对美光科技的禁令提出反对 另外呢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则在今天也表示 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在美国与中国脱钩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他还说 中国对生产半导体所需的矿物实施 新的出口管制 也让他感到有心 好 接着我们再看的是 美国国务院毒品问题高层官员 在昨天表示 美国想要其他国家接洽中国 来阻止合成毒品的流通 华府则抱怨 就是中国当局 在对抗这种危险毒品非法交易上 欠缺合作 以美国为首针对这项议题 召开会议的前夕 美国国务院主管 国际毒品及执法事务助理国务卿 罗宾逊 他则说 中国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 来瓦解非法合成毒品的供应链 但是目前还不清楚中国是否会参加这一次的会议 接着看到这是华盛顿的消息 美国的官员表示 美国方面打算提供集体塑弹药给乌克兰 帮助乌克兰的军队对抗入侵的俄罗斯的军队 这将会为乌克兰军队提供强大的助力 但是人权组织则是反对了 那么三位不愿具名的美国官员说 华府最快会是在今天就会宣布这项军援的计划 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 则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停止使用急速弹药 并且也敦促美国方面不要提供这一类的弹药 人权观察说 俄罗斯乌克兰双方先前使用这些弹药 已经让许多无辜的乌克兰平民在战争当中死亡 目前全球超过120个国家是禁用急速弹药 这种弹药通常会释放大量的微型炸弹 造成大范围杀伤效果 威胁到平民的生命安全 如果微型炸弹当下没有爆炸 在冲突结束多年之后 这个微型炸弹还是相当的具有危险性的 好接着呢我们再往下看啊 我们看到的呢 这一个就是有共和党多名总统的参选人 他们与美国国会议员纷纷提出了很激进的一个计划 就是要求联邦政府来堵截毒品入境 要为此派遣军队助手美墨边界 甚至进入墨西哥的领土 正式向贩毒集团宣战 而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桑蒂斯提出法案也支持 也表示当局可以向非法走私毒品的人使用致命的武力 不过呢在反对方面的话 这个则认为这种建议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华府如果没有经过墨西哥政府的许可 就进入墨西哥领土 等于侵犯对方的主权 而且这与宣战几乎没有任何的不同了 下边我们再来看潜水器泰坦号 它潜入了深海 探索知名乘船铁达尼号残骸时 发生那一爆 船上五个人全部罹难 在现在泰坦号的营运之商 营运商这个叫海洋之门Ocean Gate 已经表示从现在期 他们无限期暂停所有的相关活动 而美国FDA在昨天全面批准了一款 奥茨海默症的新药 这个举动呢让更多的患者得以透过 联邦政府所安排经营的Medicare 取得这一款药物 这一款药物呢 由日本的卫采制药和美国的药厂 百建Biogen合作开发的 这是一种抗体疗法 每两周打一针 能够消除大脑内的 β类的淀粉蛋白 这种淀粉蛋白是会形成斑块 并且导致脑细胞死亡和脑萎缩 临床的实验则显示 这款药物能够适度缓击患者在早期认知功能下降 但是也有可能有这个就是其他的危险 会增加像是脑出血脑水肿 这些副作用的风险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在今天 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你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杰 美国新闻之后 焦点将转到国际新闻方面 和我继续的一同关心 第一个我们先看到的 这是在乌克兰方面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将会在今天 会在伊斯坦堡和土耳其总统艾尔段会谈 泽伦斯基为了推动乌克兰加入NATO 从盟国获得更多的武器 正在走访各国 这场会谈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500日前夕举行 泽伦斯基在先前则说 各界期待已久的乌克兰反工作战进度不快 而在昨天他在捷克首都也告诉媒体 现在就算不快 在俄罗斯的军队 还是被乌克兰的军队往后逼退 不是像俄罗斯人那样的撤退 而是现在由乌克兰掌握了主权了 另外在乌克兰方面 也正式的向纽西兰申请加入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这一个CPTPP成员国 则预计会在7月份 齐聚纽西兰来讨论这件事情 日本经济在担当大臣 也在记者会上说 日本身为CPTPP成员国 在市场准入及相关规则方面 都必须仔细评估乌克兰 是否完全符合这个高标准 接着我们再看到 菲律宾的军方则在今天指出 南海争议水域的中国渔船数量 现在以惊人速度增加 已经威胁到里勒滩的安全 里勒滩的周遭边缘的海域 蕴藏丰富的石油 以及天然气 在菲律宾的西部军区发言人 做了上述的表示 而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 并没有立即就这件事情 发表相关评论 另外印度总理莫迪 在会见了日本前首相 自民党众议员建议委 以及由他所率领的百人议员 及商界代表团 期盼能够深化两国的特别战略 及全球伙伴关系 印度总理府发布了相关的新闻稿 双方讨论如何在诸多领域 深化特别战略 及全球伙伴关系 包括投资与经济的往来 国会连结 铁路修建 人与人连结 观光以及技能培训等等 印度总理府则说 访问团对瑜伽和阿肯费陀 传统医学在日本逐渐普遍 也表示欢迎 莫迪则欢迎日本的商业 到印度投资 获得扩大现有投资 下边看到这是伦敦的消息 英国前首相强生 现在正因为他在COVID-19疫情期间 因应作为接受调查 英国政府先前要求扣住强生通讯软体讯息 还有他的笔记免于公开 但是两名法官则在昨天予以驳回 在高等法官现在裁定 主持调查的哈勒特下令公开这些资料 是采取合理行动 因为强生的日记和笔记 可能含有与决策有关的资讯 哈特勒的发言人说 这些资料必须在这一个月 7月10号下午4点之前 交给调查团队 好接着我们再看到的 这是在米兰 意大利米兰一处老人的安养中心 在7号凌晨发生了火警 消防员表示 火灾造成6个人死亡 许多居民被送往医院治疗 在意大利消防单位的发言人表示 火事已经被扑灭 而起火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在丹麦方面 最新的一个研究显示 跨性别者轻生 这个是自杀的几率 可能性它是一般人的8倍 这也是丹麦第一个研究 这个议题的一个全国性研究 研究人员说 这些显示研究就是看到 跨性别人士患有精神疾病的风险比较高 有鉴于此 维权组织呼吁为跨性别者提供更多的支持 好最后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气象 在现在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 在昨天说全球上个月就是6月 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 陆地和海洋的温度都是异常的高 他的表示上个月大幅超越新前2019年 所缔造的6月的高温的一个记录 今年全球6月比1991到2020年的6月份的平均温度 高出摄氏0.5度 主要的原因是气候变迁 把全球气温推向新高记录 而短期天气模式也让这个温度出现了变化 带给大家这是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 朋友们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朋友们我们要在这儿稍微休息一会儿 稍后我们再和您一同关心 将是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消息 第一个看到总书记习近平 5号到7号他前往江苏省考察 他强调科技创新和国际合作 并且说中国是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的现代化 也提出自己20年前的浦江经验 要求完善基层和的社会治理 那么习近平也听去了江苏省委和省政府的工作汇报 他也强调要坚守实体经济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作为强省之要 另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则在昨天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 表示要注重打好政策组合权 围绕稳增长 稳就业 防风险等等 也同时要及时公布实施这一批针对性 组合性 协同性的相当强的政策措施 他指出中国政府处在经济恢复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期 结构性问题周期性与矛盾交织叠加 必须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努力的推动经济实现值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接着看北京方面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在今天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了 会议开始时 叶伦表示 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进行赢者全拿式的经济竞争 那么在这里这一次的会面 也可以看到李强也同样的表示 就是在跟中国方面 跟美国方面 在经济方面 这个没有相互的竞争 应该是相互的一块往前 那么这个样子才能够有更好的 在双方的未来 那么在这一次 叶伦也表示 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是不可能脱钩的 那么在现在也可以了解 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 外界都在关注 到底这一次叶伦的中国行 能够有多大的一个成果 可以收获回来 好 接着我们在这里继续看到 这是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 日前公布报告 指日本有意把核处理水排海的计划 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中国政府也在今天批评 国际原能总署仓促作出报告 并没有解决国际社会对这件事情的关切 外交部方言人汪文斌 他说 葛罗西的表态及有关专家的看法 在此表明 就是在原能总署的报告 并没有充分反映 所有参加评估工作各方专家的意见 相关结论存在局限性和片面性 在现在呢 在中国海关总署也表示 在未来中国将会进福岛等实地的食品进口 好 下边我们再看的就是 在经济方面 中国经济放缓及民粹主义抬头的因素下 在中国近年近千出人口也再度的回升 预测到2022年会有超过30万人 包括很多持有庞大资产的民众 人才流失会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隐忧 在现在2010到2020的十年期间 中国的经济是强劲增长 也正好碰到劳动人口且缓慢减少 为中国和愿意移居到中国的外国人创造机会 2012年的中国近千出人口一度降到 只有12.5万人 报道中说 在现在因为受到了经济的冲击 中国近千出人口反而激增了 未来的发展已经展现出了隐忧 下边看到来自香港的报道 在中国当局很可能最快在今天会宣布 对蚂蚁集团出以最少80亿人民币的罚款 结束对这一家中国金融科技业拒搏数年的监管整顿 中国央行 仍然就是中国人民银行 预料在接下来几天会揭露 对蚂蚁集团的罚款金额 自筹蚂蚁的370亿美元第一次的IPO计划 2020年遭到拦阻之后 持续由人行推动他的改革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在中国方面的报道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下边焦点将转到台湾方面 台北新闻主播接棒为您播报 请和我继续一同关心 德州的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央广主播张旭华 在台湾的消息方面 政府近期频频推出住宅政策利多 行政院会六号拍板房屋税差别税率2.0版 副总统赖清德也在视察世大运社会住宅时 提出住宅政策三大主张 并且表示扩大新建社会住宅 八年达50万户 在业党批评政府是为了选举大撒币 对此行政院长陈建仁今天视察 朱温拔珍受访时表示 落实居住正义是朝野共事 政府一直都在做 绝对不是为了选举 陈建仁说 从开总统在2016年上任以来 政府就实施了房地合一税2.0 而且新建了或者是包租 20万的社会住宅 而且修正了平均地权条例 也扩大了房租的300亿的补助 以及在役后补助房贷3万元 这样的一个措施 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 使得所有的居住正义能够落实 那也目前也得到了相关的成果 陈建仁表示 针对单一自住的房屋持有者 也调降税率 从1.2%降到1% 有346万户受贿 他表示 政策目的希望拥有 比较多房屋的民众 能够释出污源 所以新版囤房税也把出租 且申报所得达租金标准的房屋税税率 从现行最高3.6%降到2.4% 希望当房东享受到税率优惠时 也要照顾到房客 至于内政部推出的中产以下 房贷户支持专案 将于10号发放第一批支持金 每户新台币3万元 内政部长林又昌表示 第一波合格申请户超过25万户 发放金额预计超过75亿元 财政部今天公布6月出口 323.2亿美元 年间23.4% 连续10个月负成长 进口规模值同步下降到 263.6亿美元 是近28个月的低点 年间29.9% 进出口减幅都创下2009年9月 近14年来最大减幅 累计1到6月出口年间18% 进口减20% 主要出口货物中 规模最大的电子零组件 年间21.3% 全产货品出口跌幅扩大 年间55.3%减幅最大 速化产品买期依然不振 加上海外同业竞争 都年减超过三成 基本金属及其制品 复受国际低价钢材 倾销干扰 年减也达30.3% 五大市场出口也全面错落 已对东西出口年间 27.6%最弱 对美国日本出口 各年间25.2% 24.7% 对中国大陆和香港出口 也年间22.2% 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指出 上半年出口是金融海啸以来 最黯淡的表现 他分析 通膨压力没有完全冷却 各国大幅升息相当程度的压抑终端需求 所以厂商备料需求也谨慎 多是短单 集单 也降低订单能见度 他说 至于为何台湾今年出口跌幅比其他国家重许多 蔡美娜认为主要是疫情带动远距跟数位浪潮 加上高效能运算等新兴运用商机 与台湾半导体产业相得益彰 所以三年来台湾出口快速成长 拉高基数 目前研判第一季是最坏的状况 现在缓步上升中 但上升速度是缓慢的 财政部也指出 去年7月出口是历年单月第二高 预估7月出口减幅会落在19.5%到16% 金额会在348亿到363亿美元之间 如果要准证可能要等到11月 2023总统教育奖今天在总统府举行颁奖典礼 总统教育奖已经迈入第23年 今年共有56名学生获奖 由蔡英文总统亲自颁奖给得奖学生 总统在颁奖典礼致辞时 肯定得奖学生即使面对许多不同挑战 包括疾病或是身体限制 家庭环境变动 仍然勇往直前努力不懈 累积了扎实的学习历程 也创造出许多丰富的成果 他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奖项 传递得奖学生的精神 鼓励更多人克服人生的挑战 继续努力 总统说 在场的每一位获奖的同学都有令人敬佩的人生故事 我想告诉大家各位的坚持和努力 创造出克服难关的强大力量 这也是整个台湾社会都必须共同学习的精神和方向 总统表示 获奖学生中金门县古城国小的洪伟豪 在困顿的家庭环境中 不仅独立照顾弟弟 也致力学业 这种乐观上进的精神 是每个人在面对困难时的最好典范 就读台北市立起名学校的蔡牧城 努力克服脑性麻痹及视觉障碍 曾经在国台语演讲及滚球比赛获得冠军 还自己制作podcast 这种积极拓展兴趣 勇于尝试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总统说 他相信这种克服难关的强大力量 将会继续支持所有获奖学生 在人生道路上继续探索不断前进 在选举相关消息方面 民进党总统三选人 即副总统赖清德官方YouTube频道 推出新节目赖赏与我 今天中午首集 再走30公尺 我们就是一家人温馨上线 以疗愈动人的插画和动画 描绘赖清德收养流浪狗 Luke的温暖故事 并由赖清德亲自献身 录制旁白 吐露对毛小孩的爱 赖清德在片段中提及 13年前他在回家路上 时常遇见一只流浪狗 在住处附近徘徊 原本认为流浪狗新生戒备 决定不打扰 没想到狗狗却悄悄跟在他后面 最后就带着这只狗狗一起回家 此后成为赖家的一份子 赖清德近半发言人郭亚慧表示 赖赏与我系列 期望能够以宠物视角 来描述赖清德的过往故事 未来也会与更多不同风格的插画家合作 接力创作更多赖清德与爱犬互动的温暖故事 监察院调查513停电事故 通过纠正台电调度核二核三厂内 紧急电源汽涡轮机 而且所发电量未纳入电业年报 形同黑电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吴亮贤表示 对于遭监察院纠正 台电昨天发出自白书 核电厂内的紧急汽涡轮发电机建置目的 是扮演厂内紧急电源 也是厂内和区域内的全黑启动电源 这段台电的文字正式证实 就连核电厂内的紧急电源 成为台电缺电危机下的常态用电 吴亮贤表示 赖清德先前称相关单位已在规划 如何把已停机的核能机组维持紧急使用 是打脸自己非核家园的立场 吴亮贤说 侯友宜立场十分明确 应对台湾的缺电危机 确保安全无余下 核能绝对是能源选项之一 希望赖清德不要再逃避 出来面对 向外界说清楚 核电是不是选项之一 国民党将在23号举办全代会 通过征召新北市长侯友宜 参选2024年总统大选 近日有媒体指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将在23号宣布参选 郭台铭办公室今天发出声明 表示这是不实讯息 期盼外界不要加以揣测 郭伴并指出 近期与选举相关的说法 都毫无根据 体育消息方面 美国职棒红雀队 日前以签约金50万美元 加上4万美元奖学金 签下台湾年轻投手林振伟 成为对史上第一位台湾球员 林振伟身高203公分 体重94公斤 最快球速可以飙出160公里以上 今年5月底在舅舅顾红志 和经纪人的建议之下 前往美国参加Draft League 因为好表现受到关注 顺利敲开美国职棒大门 林振伟说 当下的感受就是蛮开心的 就是很高兴有球队 就是愿意 给我这个机会 林振伟今天返台出席 母校文化大学欢迎会 他说很开心成为球队首位台湾球员 希望自己第一年能够保持身体健康 而且有好成绩 林振伟也透露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挑选56或40号的背号 原因是他们代表了 舅舅郭洪志和王建民 希望以两位台湾之光 作为未来努力的目标 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重点新闻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